今天有网友晒出一组照片 并且爆料李一峰其实已经结婚并非单身 一时间也是引起网友们的热议和围观 看来李一峰不仅是嫖娼这么简单了 粉丝们也是纷纷到处求证 从晒出的照片来看 结婚证上的信息男方确实叫做李一峰 同时女方的信息也曝光了出来 叫做认诗语 应该是全外人 对此不少网友们都唐木结舌 看来李一峰现在的罪责应该是最佳一等 之前李一峰就接受采访一本正经的表示 自己于计35岁前结婚 如今的李一峰正好是35岁 所以网友们都猜测 李一峰是不是默默的与全外人结婚了 悄悄的引婚举办了婚礼呢 亦或是只是领证根本没有举办婚礼 不过也有很多网友们表示 这个李一峰并非此李一峰 有可能只是从命而已 希望网友们还是不要以谣传谣 不要给人家当事人以及妻子造成不可逆的伤害 网友们都呼吁粉丝们一定要理性吃瓜 不要以谣传谣 毕竟这个信息还没有被公正 如果被证明真的就是艺人演员李一峰 再做讨论也不迟 如今李一峰因为嫖娼被抓 并且还是多次嫖娼 对自己的行为也是公认不悔 所以李一峰一下子口碑就跌到谷底了 网友们都表示失望 甚至对李一峰感到唏嘘 不仅年轻 人帅又有钱 为何就不能够好好做事业呢 如今李一峰的十几个代言都公开解除合约 并且将李一峰的相关动态都删除了 重点是李一峰可能要面临着巨额的赔偿 就像于震所说的 一个人出事赔上了一个公司 大概李一峰就是这样的情况吧 同时李一峰的所有影视作品和综艺节目都被下架或者出名了 甚至搜索李一峰都是常无此人 李一峰也彻底的消失在娱乐圈了 虽然很多粉丝们表示脱粉 这几天李一峰也确实掉缝几十万 但是也有很多网友们表示不会放弃李一峰 如今李一峰嫖娼的很多细节 以及床照也是被曝光的 所以可以说证据齐全 人脏兵火 还是希望粉丝们一定要擦亮双眼 不要把劣迹一人当偶像 可能会严重影响人们的三观 影响人们的行为价值 李一峰被曝已婚 结婚证和女方信息曝光 曾说35岁前要结婚 希望李一峰在刑局之后 能够好好反省 做一个正直的人 据北京警方曝光李一峰嫖娼 已过去24小时 已有N位网红爆料了与其有关 更为恶劣的选妃 与未成年发生关系等事件 她本是85后的流量小声中 走出舒适圈 转型主旋律最成功的一个 然而此刻 大号前途却折在了人品上 再看她饰演的革命者的领袖形象 真是让人百味杂陈 钟星王在转评 平安北京的帖子中这样写道 在违法行为发生后 李一峰非但没有认真反思自己的过错 反而希望大事化小 小事化了 通过种种行为 抹去违法痕迹 警方也公布她是多次嫖娼 那么这个多次的行为 是从何时开始的呢 有网友爆料 从5月初开始有风声 而实际被拘留的时间是 8月19至9月2日 5月18日 曾有人放出某三次明星 嫖娼被抓 目前还在捞人 5月19日 原本安排的活动被取消 而9月2日 她刚放出来就进行了辟养 结果欲盖迷章 越来越多的粉丝 询问嫖娼一事是真是假 9月10日的中秋晚会 节目单上的李一峰的节目被撤 9月11日 官方发布了蓝底白子的通报 可事情还没完 目前越来越多关于李一峰的爆料 正在被粉丝和女朋友们释出 一个叫郭子瑜的网红 自称和李一峰在一起三年 而且还自称被狗仔要求暴着 一个小小娇睡不着的网友 称李一峰在海口拍戏期间 不止嫖娼还有选妃 歌友女技师爆料了她的选妃流程 网红罗百万爆料李一峰嫖娼时的习惯 戴着墨镜知道女方明示 才把墨镜拉下来 被网友挖出来的还有李一峰有正牌女友 且打算结婚和苏美岛事件 苏美岛是一个不寻常的韩国派对 有不少服务型人才和韩国劣迹艺人 自称曾尽心服侍吴斯先生 而李一峰的正牌女友是一个家世学历 社会资源都不错的女性 据说二人连婚房都买了 至于2019年3月 被爆料和网红弯弯的恋情 那又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网上还爆料了一个6分钟小视频 一时间真假难辨 无影仗起 把李一峰定义为曾经的内宇 八五后第一小神 也许有些读者觉得夸张 夸不夸张 看一看数据就知道了 根据德塔文提供的数据 李一峰的核心粉丝受众 以20至39岁女性居多 共有68.3% 在一众八五后小神 朱一龙 黄轩 罗云熙 斗肖 金超 陈晓 一当中 她的综合国民度排名第一 她在2014年出演的古今奇谈 短短两个月播放量就达到了88亿 曾创下艺人新媒体指数 曾连续78天第一的记录 至今无人超越 她出演的大幕笔记 曾让爱奇艺服务器癫痪 那一年 她不仅获得国剧最具人性男演员 和最具商业价值男演员的称号 还是腾讯娱乐白皮书的媒体 最受关注明星 和最被期待影员冠军 2015年的福布斯中国名人榜 黎峰以年入6900万排名第九 排在阳影前面 她的名字总是和一些大IP大导演 联系在一起 不少流量小声视她为孤欧天花板 她自己也曾说出过 宇宙知道我一定会红 这样的话 在人人需要小鲜肉的时代 黎峰搭上了快车 她是初代四大流量小声的扛把子 更是唯一能对抗贵国四子 影响力的唯一艺人 阵营她是85后第一小声 不少导演制片都想利用她的流量 打造作品 这成就了她的转型之路 在节奏把握上 屡屡被天赐良机 2016年麻雀上映后 让她增加了7%的男粉 接着就是2020年的年代剧 隐秘而伟大 她的古偶男神形象 开始转向现实主义和正义之师 2021年她出演了《号手就位》 这是中国首部活剑军题材电视剧 可以说是主旋律中的主旋律 在这部剧中 李一峰不仅引起了硬汉 也为主旋律变现了自己的流量 收视率中 她的流量贡献度为64% 也就是说有64%的人是因为李一峰主演 才来看这部剧的 因为她的存在 《号手就位》 刚一上映 得以于小舍德和古偶IP 《长歌星》三足鼎立 接着在同年的爱国电影《革命者》中 她水到渠成的饰演了一个重要的历史人物 这个歌手出道的小鲜肉 靠着转型后的角色 一步步获得了白花最佳男配 经营奖观众最爱的男影员的荣誉 可以说 如果没有嫖娼这件事的发生 李一峰也会成为85流量小生 专心的最成功案例 不管在行业内还是日常生活中 以前李一峰给人的印象都不是浮躁的 她出道7年后才大火 成为古偶男神后 第三年马上拍现实题材剧 这多多少少让她躲过了其他流量小生 必经的流量反噬 在拍《老炮》时 观虎冯小刚说要把李一峰提升到一个新的层次 李一峰谦虚地说 我之前的层次的确太低 和你们在一起 哪怕在片场多待一会儿 也能学到东西 影王隐秘而伟大后 她对流量和偶像的反思 也一度让人们觉得此人还算有些内涵 流量偶像的称呼都是暂时的 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你每天的生活 每件事 你感受到的是什么 她也曾因为热心劝架 热心指路上过热搜 被称为热心李世民 她的演技虽然称不上神来之笔 却也接得住戏刊为提携 然而多次瓢长的事件 从前到后 李一礼却实在没有借口 可找她的种种做法 让普通人汤墨结舌 一位网友发出感慨 突然感到我的满足预值太低了 我吃只中雪糕就能爽上半天 他们做的事对我来说 就是民间故事神话传说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 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